她是演员 她是评委 她是作家 她是知名博主 双鱼最大的叛逆 就是文周周 这样就跟神龙式 长白草一样 就失败过的人 就有资格谈论成功 追求浪漫热中幻想 韩嫩如少女上演时光烈人 然后导演那天还跟我说 你要不穿一个 宽一点的袍子 我说导演不行 要每到最后一刻 必须每到最后一刻 16岁出道 33岁生子 叛逆公主便是睿智辣妈 我感冒的时候她会说 你看吧 昨天你的裙子太短了吧 本期名人房对话依能镜 一个双鱼座的花样年华 如果说刘海 是判断美女的关键性因素 那么在旧时代 旗袍才是衡量美女们的 唯一标准 无论是人间四月天中陆小曼 还是画魂中饰演的奥秘 依能镜塑造的旗袍美人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今有裙摆上的风情是不够的 最近依能镜化身交际花 携手方中信 在时光烈人里 上演了一段爱恨纠缠的虐心之恋 当时是寒流 特别冷 然后那是一个电极水箱 就以前虐待刑犯的那种电极水箱 然后那天我去那个场景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恐怖的 然后导演那天还跟我说 你要不穿个宽一点的袍子 我说导演不行 要美到最后一刻 美到最后一刻 对 我说必须美到最后一刻 让那个白色丝绸 然后落到水里的时候 那整个丝绸就贴在身上 起来的时候 就等他们把那个丝绸吹干 然后再跳 就是这样 那场戏 也算我比较满意的吧 在戏中 依能镜饰演的孟馨仪 身份成迷 结局成迷 在大时代中 被命运的洪流 裹夹着往前 就方老师比较严肃 然后那个 我那时候就跟他 第一次见面 我就说 方老师 我看了你的《非诚勿扰》 你太让书琪伤心了 然后书琪为你都跳海了 然后他就一直笑 我说你看 我这个戏 也为你又落水了 到死 都要美美的 虽然在时光恋人中 你能镜的戏份不多 但是他饰演的角色 短暂的出场 轻战的表演 却成了该剧的一大亮点 我一开始找我的时候 我当时就没有接 因为我那时候 正在做中国打演秀 后来我就在无数的地方 听到就是 沈东导演说 一定要找到 一年进演这个角色 终于约了沈东导演 我说好导演 我们碰个面 我本来是要去拒绝他的 然后我想要 对他表达我的谢意 结果那个沈导说 因为看了你 人间四月天 还有画魂 观景鹏导演里面的旗袍之后 就认为如果要穿越到过去 找一个穿旗袍的女人 一定是你的模板 然后就说 所以说当时就用了 特别有情客串的方式 从1995年 凭好男好女 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至今 一能进 已在荧幕上塑造过多位 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 然而 演戏对于双鱼座的她来说 却只是一场浪漫的旅程 我记得我那时候拍 就是侯晓晴导演找我拍 《悲情城市》的时候 那这个 我为了恋爱 就觉得拍电影 真没什么了不起的 到老了又不能抱着 一堆照片跟讲 还得有一个爱的人在一起啊 所以后来我就 在开机的前几天 我就跑了 试装都是了 这个侯导曾经讲过 然后 其实你让我到现在 这个历练 这个人生 我还是会觉得 与其抱了一百个 奥斯卡追压女主角 然后晚年 一个人看着自己的影片 自己在那说 我真是个好女演员 我觉得还不如 就是看着自己的先生在那 发光发亮 然后自己在那觉得 嗯 这是我人生的选择 就我觉得双鱼在这个部分 你现在让我选 我还是不会选 甘纳影展奥斯卡 我还是希望遇到那个对的人 就人生以此为目的 那一年我们就迷惑 彼此在屋子中 爬过 爱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 已去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伊能静征服了无数年轻的心 他本人更成为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 随着事业的拓展 演员 作家 主持人 编剧 评委 知名博主 一连串称号接踵而来 也许正是生活的历练和敏感的内心 促使伊能静的才华 在文字中得到了绽放 双鱼比较叛逆的就是 他也不做别人觉得叛逆的事情 比如说抽烟喝酒骂脏话 这种事在双鱼看来 这不所有叛逆的人都做一样的事 都有什么了不起 叼根烟穿的花一点 在戏里面就叫不良双鱼 实在太好演 双鱼最大的叛逆就是文周周 就会这样子 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 特别会用自己的方式 去跟别人渴望的 他或者是跟这个社会 他会有一个自己的 一个抵抗这个社会的方式 那我常常 我在微博里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说 因为社会很现实 也很残忍 只有浪漫能够抵抗这个残忍 而不是被他洗进去了 也就是 大家常看到一句话是 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 至少不要被世界改变你自己 电影《时光恋人》中 一段时空错乱的爱情 让有情人刻骨铭心 生死不离 而在现实生活中 童话般的爱情长跑 最终也抵不过岁月的摧残 无论是多情还是柔情 深处娱乐圈 并不是黑白可以解释清楚的 但是我觉得双鱼只缺一样东西 就叫爱 相爱的人眼中 就是没有不爱的部分 我觉得相爱可可logo 特别适合拿来说爱情 觉得真的 你不能是两个完全重叠的人 因为人生下来 就是个生命个体 他对灵魂有渴望 所以你如果两个重叠 总有一个人会被窒息 或有一个人会消失 所以我觉得相爱 logo 就是特别适合拿来说爱情 你现在应该可以 相爱可可 狮子座 你就是当很多很多 你身边姐妹讨论人生 就心灵鸡肠老师 就跟沈老师长白草一样 就失败过的人 就有资格谈论成功 但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对吧 在感情上就别变母了 永远还是 小女生的状态 但我真的觉得最好的感情 现在到这个年纪 自己有了小宝贝的时候 有个很深的体会 我觉得 她有时候像我爸爸 真的喔 因为我感冒的时候 她会说 你看吧 昨天你的裙子太短了吧 哇 真的好像 对 然后有时候 她也像你的男朋友 两个人可以一起 吃冰淇淋 听得Katy Perry在家里 I'm a firework 在那里跳舞 与娱乐圈里奋战的 女明星不同的是 已能竟在儿子的培养上 有着非常自由和宽松的态度 甚至在微博上 经常能看到她 与孩子的一些互动 你有没有为她设想过 她比如说以后长大了 我觉得这个戏是她能看的 我很多戏她不适合看 我觉得 但这个戏我觉得她是 她终于知道 她妈妈在干嘛了 为什么这个戏是她能看的 因为这个戏的情感也好 她的立基点也好 是很正的 面对勇敢的诠释特别好 男人是在为自己的信仰 像李威廉为了国家 她有一个大爱 那李小璐会穿越这个时空 是因为她对威廉的那种 大的信仰里面 她被感动 她甚至牺牲生命她在所不齐 我觉得这个戏 终于 对 之前同学台实在不太适合 太耳鱼我诈了 而且那个里面还有点 比较成人的那种戏 但这个戏我觉得就特别好 而且小璐又 长得又是她的菜 所以 小璐又是她的菜 她就喜欢这样的 她喜欢大眼睛长头发 然后声音嗲嗲皮肤白白的 对她可能会出来说 我觉得那个哥哥不太适合 我比较适合什么之类的 好谢谢 谢谢 最后我也说一个我的想法 我特别希望你也出一本 心灵鸡汤的书 就是给广大的女生 好 就叫失败为成功之母 是吧 外加一些星座的这个分析 我觉得你对星座好有持久 慢慢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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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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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肥在教材远